米女士和小廖是一对失散21年的母女 从小廖一岁时母女分离 到母女俩再次相见 小廖也已经为人妻为人母 她一岁多的时候你离开她 到她多大的时候你们母女见面 整整21年 这对亲生母女像是散落在浩瀚苍穹里的星星断了联络 八年前米女士却突然出现了 面对眼前这个消失了21年的母亲 小廖感到陌生而遥远 一时看到她的时候很反感的 不想确定的 她说要来就来凭什么 那我一岁的时候你去哪里了 我那么多年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长大了你再来看我有意思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米女士当年除了抛下一岁多的女儿 还把她唯一的儿子也给送人了 后来我就把我儿子送别人了 而米女士当年的离开 不仅让她的一双儿女缺失了21年的母爱 同时也毁掉了米女士自己的后半生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会走路 你摔得很严重是吗 是 调解现场 米女士不断强调 她此行的目的 就是不想让女儿小廖重蹈她当年的覆辙 我走错路了 我就是一面镜子 我说宁愿把我这面镜子扎碎了 我也不让她走我这条路 对此小廖毫不领情 她从前都没管过我 那这个事情的话你凭什么来管我 这对母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米女士当初为何抛下一岁的女儿消失了21年 在小廖成年之后 她为何会突然出现并且不断介入女儿的生活 一起进入今天的调解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节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白颜艺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女二人 妈妈米女士 女儿我们称呼小廖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女儿她跟着爸爸长大的 从小没在一起 我以前找过她很多次 她不肯 她爸爸也拦着 我们就没有怎么那个认 年前她来找我 她说跟我一起过 我也不想去哪愿 我就跟她说好了 跟她一起过 现在突然呢 她就不愿意过了 不愿意跟你一起过了 是这意思吗 对 那你现在是希望什么呢 我希望我们还是继续过下去吧 我妈她是一直说要跟我过 我不是不愿意跟她过 我是一百个愿意啊 当时我拿什么条件来跟她过 她现在需要钱 需要看病的 我又没钱 我怎么过 我把她接过来 就是一个负担 是现在的你没有这个条件 来跟妈妈一起生活 还是没有这个心情来跟妈妈一起生活 没有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具体指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房子拆了 什么都没有 没房 现在就是 没有心情是指什么 没有心情 就是她拦着我 不让我离婚什么的 这个妈妈来说一下 这两个问题在你看来可以解决吗 现在肯定解决不了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么多年过下来 我觉得很辛苦 叫她不要理 米女士自己也说 世上没有后悔药 在过去的21年 她没有对小廖 尽一丁点抚养义务 现如今 她却要与小廖同住 甚至还要干涉小廖的婚姻 这让小廖觉得很不可思议 可米女士表示 她的出发点 完全是为了女儿好 世上没有后悔要卖 叫她再考虑考虑 我说我那个时候就是年轻 很多事情没想清楚 等那个婚离掉了以后 自己觉得后悔 先跟大家说一下 你走过的路是什么样的路 为什么会觉得这条路 不是一条好走的路 米女士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 她当初为何抛儿弃女 独自离开 长达21年后 她和小廖又因何重逢呢 我也是离过婚的 我带了一个儿子 当时只觉得孩子贵重 就家里什么都不要 把孩子带走 带走了以后 就找到她爸 就说她一个女儿 我一个儿子 大家好好过 这不是后来 他们就说再生一个吗 就生了她就第三个了 后来回去的话 家里就大小矛盾地闹出来了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要生儿子嘛 那矛盾的时候就拉我儿子上去 就说把我儿子弄死 我就想那个儿子在那里不安全 后来我就把我儿子送别人了 后来就回娘家去了 回娘家呢 没钱 去爬车 爬车又把腰摔坏了 就一直过到现在那么辛苦 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把儿子给送掉了 是 送给了别人 是 小廖呢 小廖就放在爸那里嘛 是他家里的孩子 他也不会怕他怎么样啊 那个时候他多大 他一岁多 就是那个时候 你离开了这个一岁多的女儿 就一直是离开的状态 十二三岁的时候 我叫我的朋友来找他 我是想怕他爸教他不好 这个他怕爸不肯他认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会走路 你摔得很严重是吗 是 后来有 就是在七八年前 我一个姐姐生病了 她说要出来走走 我出来有人陪着我 也可以来 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这里有一个女儿 她就带着我来找 那个时候来找她的时候 她爸不肯认 不肯认我也没见到她 所以她多大的时候 你才再见到她 二十二 这二十多年 这个女儿在你心里 留下的是什么 每天对着人笑 晚上都自己睡着哭 二十二岁的时候 是在什么机会下 终于见到了她 找到我们那个村里的 村嘎布 那个村嘎布 去跟我们说好了 才去见到她 那个时候 你见到女儿的时候 女儿已经结婚了吗 对 订有孩子了 见到她的时候 心里是什么感觉 看着她 看到她的时候 真的心很酸 我想我的女儿 不会这么 老实也不会这么笨 她看到人都不会叫 都不会说话 觉得她过得不好 是吗 当时只是这种感觉 第二天去的时候 就更难受了 我头天 那一条项链 给她戴上 第二天早晨 去的时候 刚刚上楼的时候 还看着她戴在脖子上 后来一上楼下来的时候 这里都抓了几个手印 就削你灵的 那个时候 我都想哭出来 我不知道是她后妈做的 也不知道是她爸做的 但是我也不敢去追究谁 等一下我们在那里 如果闹一场 等一下她后面更难过 她说她看到你脖子上的 那个伤痕 那个是我后妈 把我承下来了 她说你妈一回来的话 她连一顿饭都没煮过给你吃 给你一条项链 你就满足了 我爸十岁的时候 她就给我找一个后妈 那个后妈 她对我并不好 她就是 我每次回去的时候 就是骂 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骂 做的对也是骂 做的不对也是骂 然后我爸就什么都听她的 你在那个时候 对妈妈这个 有概念吗 没有概念 有人跟你说过吗 他们都说 她说我妈这么狠心 一岁的时候就把你丢了 那时候的话 确实是这样子 就很反感她 不想接近人 是真的觉得当初是她抛弃了你 对啊 她说要来就来 凭什么 那我一岁的时候 你去哪里了 我那么多年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长大了 你再来看我有意思吗 她一直说很 很愧疚 很愧疚 那也很 那也已经完了 那什么都改变不了了 22岁时见到母亲 小廖只觉得陌生和反感 毕竟时光不能倒流 米女师就算再愧疚 再悔恨 她当初对小廖的抛弃 都已经成为事实 小廖一时半会儿 也很难接受 这个突然出现 并且自称为母亲的人 所以第一次短暂相见之后 米女师和小廖 便投入了各自的生活 鲜有联系 直到小廖的婚姻出现问题 两人才有了第二次的会面